他是一个孤儿,生活颠沛流离,十年前,他的头上长出了巨型肿块,十年中,他靠留长发戴帽子遮羞度日,求学,求职,他遭遇了无数白眼与讥讽,他能否完成心愿摘掉帽子,他能否开始新的人生,敬请收看道德观察,流浪孤儿的帽子人生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5年4月,一个少年之身来到广州市内的一家医院求医,少年奇怪的扮相和扭捏的神色,让接诊的医生印象很深刻。 他来的时候,一个是留着长头发,第二个就是戴着帽子,这四五月份已经很热了,他就戴着帽子,所以说他就对他来讲,生活上跟工作上都有影响。 这个少年名叫欧天宝,独自一人怀揣着打工攒下的一万多元钱,就是想看看能不能取下自己头上巨大的肿块。 对于这次来广州求医,欧天宝内心充满了期待。 他告诉医生,自从十年前头上莫名长凸肿块,他就一直留长发遮挡,后来肿块越来越大,他只能戴着帽子遮羞,这一戴就是四五年。 这些年,他最大的心愿就是拿掉肿块,摘掉帽子。 一个年仅十七岁的少年,没有任何人陪同,自己一个人戴着钱,上医院看病去了。 一个看着触目惊心的肿块,在他头上长了十多年了,最后遮无可遮,这才下决心,要把他给解决掉。 当时在场的医生第一反应都觉得特别诧异。 这些年,欧天宝的家人都干嘛去了?怎么不早点带孩子来看病做手术呢? 可能这肿块本来并不碍事,当时要做手术也就没事了。 拖来拖去,这一拖十年呢,万一拖出个好歹来,可怎么办呢? 医生们都对这个孩子的遭遇感到好奇。 在等待检查结果的时间里,欧天宝慢慢地讲述了自己的身世。 欧天宝十八岁,广东省罗定市黎绍镇里唐村人。 在他一两岁时,母亲就离开他们父子,另外组织了家庭。 五岁时,欧天宝的父亲因病去世,他从此成了孤儿。 欧天宝的母亲是个爷爷奶奶人,上了欧天宝,大概是一岁多,他就走了,走了一直没回来。 现在在哪里也不知道,也没有电话联系。 欧天宝说,他没见过爷爷奶奶,父亲也没有兄弟姐妹。 父亲去世后,他在同村的唐叔家住了一年后,去了孤儿院。 在孤儿院生活了三年左右,欧天宝先后被两个家庭领养,却总是遭到暴打。 我不知道为什么,我晚上睡觉,趴着睡,他就打我了,整天打我,绑我在那个竹树头那里。 我就为什么无闹,我就不想一直不大闹的,不想在那里,我就离开住久了。 欧天宝不堪忍受,跑回了空无一人的家中居住,自己做饭、洗衣。 这时,欧天宝只有九岁,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,他再也没读过书。 读书,我一心想回来就是读书的,我在孤儿院就不想读,他们在学校的时候就说我坐车头当,我就回到礼堂家园。 读了,读了一阵子,又不想读了。 为什么? 他们说我垃圾啊。 因为忍受不了同学对他的嘲笑,欧天宝退学了。 之后,他就经常帮村民干农活和盖房子,村民会请他吃饭或给他些零花钱。 每每这个时候,欧天宝就格外怀念去世的父亲。 如果我老爸没死的话,现在我应该还在走私,我想。 我以前读书的时候,一年值得到,我都过来,他每天早上都会叫我起床,然后煮个鸡蛋酒给我吃来放学了。 父亲早逝,母亲一走了之,然后再也没有回来过。 可以说,欧天宝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正常的家庭氛围。 他在福利院住过,被别的家庭收养过。 欧天宝的少年时代一直是在小心谨慎,战战兢兢当中度过的。 加上后来,他头上又长了一个肿胯,免不了要被周围同龄的孩子嘲笑,欧天宝就变得越来越自卑,越来越压抑了。 心头套着枷锁生活,头上戴着帽子遮羞。 这对于一个孩子来说,命运过于残酷了。 一个尚未成年的无助的孩子,一个身患怪病但没钱医治的孩子,可以因为温暖而成财,也可以因为冷落而堕落。 更惨的命运在后面等着他。 欧天宝回忆,大约七岁时,他的额头和下巴莫名长出肿块,一开始比较小,不痛不痒,他也没太在意。 原本就生性顽劣,加上头上长了肿块,欧天宝的性格越来越孤僻,家中的远房亲戚也拿他没有办法。 他们经常都看不到我的,我也不怎么回家,以前有个流的,不想回家。 教育的话,如果我回去的话,我也不好意思在他那里,拜。 十四五岁时,他发现肿块越来越大,这才央求远房的伯父,带他去当地医院做了检查。 医生建议他去广州的医院治疗。 在种块长了几年之后,欧天宝才第一次知道自己头上长的是什么。 然而,一听到要那么多的手术费,就没人再过问此事了。 因为没钱,欧天宝放弃了治疗,只身去东莞一家玩具厂打工。 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挣钱治疗。 然而,因为头上的肿块,外出打工的生涯并没有欧天宝想象的那样顺利。 一个场里面,里面都有很多人的嘛,他们都是说两句啊,就是走过来的时候, 闭一下了,就是眼神不一样跟,就是看人,看正常人不一样。 就是有一些,有时候要打,比如女孩子那样子,看见都会吓得一跳酒了。 嗯,麻的都好一点点了。 你当时什么感觉? 嗯,想哭的感觉。 虽然欧天宝在尽量克服别人投射过来的异样眼神,可最后还是没有忍住。 打工期间,因为有人讥笑他头上的肿块,他年少冲动,只工作了几个月,就因为打架进了看守所。 因为什么打架? 怪人。 人家都说我怪兽了,人家都说。 从看守所出来后,欧天宝最大的心愿就是赶紧攒够钱把手术做了,可因为头上的肿块,他屡次求职都被拒,医疗费的着落也越来越渺茫。 老板知道我有个瘤,整个戴着帽子,他就不要,我说你去另外找一下找,这里不要人走了。 他这样跟我说,其实我也知道,他知道了,知道我有个瘤。 欧天宝变得越来越沮丧,越来越自卑,他不想回家,也没心思打工,而是选择了在外流浪。 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要,要去把这个手术做掉? 什么时候开始? 要要连了之后。 为什么? 我回来过年,清明,反目了之后,人家看到我这个样子,就是很害怕。 我大哥的儿子看到我都躲着,很想尽人的我出去打工,就是这样。 用欧天宝的话说,那段时间,他基本上是混吃等死,破罐子破栓。 突然有一天,他觉得自己再这么下去,就毁了。 他想改变自己未来的生活,那得先把头顶上这个压的他喘不过气的肿块给解决掉。 没钱怎么办呢? 有胳膊有腿,自己打工挣钱去呗。 欧天宝战胜了自己,他鼓起了勇气,走上了打工赚取医药费的道路。 七八个月下来,他还真存了两万多块钱。 盘算了一下,欧天宝觉得手术费好像差不多够了。 他就自己来到了广州去求医问药。 当然,事情远没有像欧天宝想的那么简单。 这个孩子接下来要面对的,几乎是他这个年龄无力承担的。 头上的肿块虽然巨大,但不是恶性的,而且通过手术能治疗。 唯一欠缺的就是手术费。 欧天宝最终战胜了自己,重新走上了打工的道路。 2015年4月2号,欧天宝带着积蓄,怀揣着希望,只身一人,来到济南大学附属三九脑科医院。 他的情况跟我说完以后,我说我试着跟你去联系一下。 我说你后来说你有多少,先你自己,先自己,然后拿出来先自己去治疗。 但是剩下的费用是不是我们从医院这个角度来讲,我们给予一定的优惠。 经过检查,医生告诉欧天宝,这是一种先天性的良性骨纤维组织疾病。 病因不明,可通过手术切除病变组织,育后良好。 他这个手术是属于折袭手术的。 我们为什么叫做折袭手术呢? 是因为他这个手术不是急着要去做,不做不会危及生命。 他来了以后要最少就是三到五万块钱的这种治疗费,对他来讲还是,其实对他来讲是个千万数值。 欧天宝看到了重生的希望,但是再一次被浇了一盆冷水。 手术费还是手术费,这次他能顺利手术吗? 我就是想有哪个好心人,这个先帮我垫着边,然后我做了手术,出院了,打工慢慢的还给你。 就是我现在有三千块钱一个月了,那时候三千三千三千二个月了。 就是一年的话有两万多活动,我说我可以打工完给你,如果我做不成功的话。 在医院和亲朋好友的帮助下,欧天宝找到了当地媒体求助。 他向公众承诺,他不需要捐款,日后一定靠打工,把手术费偿还给好心人。 我们有找到医院嘛,有找到医院嘛,有找到季节嘛,他们帮送船嘛,嗯,一直好心人类抽到了五万多,五万多嘛。 我们这边呢就看鸡上医卖,这个筹款我中了医卖啊,什么的筹款,帮他抽手术费了。 当地媒体报道之后,众多热心市民和志愿者迅速把欧天宝筹集到了手术费用,欧天宝终于可以松口气了。 有五百多桌吧,我数一架那个清单,那个银行卡打出那个清单,就很多人赚钱过来寄责给我,要我问他名字,他说我发的短信过去,问他,想留个姓名吧,以后好联系我,想把钱还给你。 欧天宝期待了十年的手术终于指日可待了,对于医院,欧天宝的手术难度并不大,但考虑到欧天宝的情况,医生们做了最充分的准备。 对我们来讲难度并不大,但是它的耗时比较长,因为我们要把它那个异常的骨头全部要磨掉,削掉,这是第一,第二个,我们还要把皮肤,吐吐的皮肤还要切掉,我们的难点在哪里就是怕它皮肤会死, 这个就是还要做,虽然说我们不是整形医生,但是我们还是要做到相对的美容。 手术之后的欧天宝恢复状况不错,手术之后,他又踏上了打工的道路,对于未来的生活,他想的很多,要做的还有更多。 他很有信心,他还想打量分工,想每天做床工,晚上去做一些小生意。 现在我做完走速,整个人都,就是比较有期望自己,想靠自己能够来做完。 然后还要再找一些帮助你的人,有机会是把钱还给他们做完? 是,如果找不到的话,我也会尽量帮助一个软弱的,就是,好像我以前没做走速,根本找不到工作, 所以我等于把工厂看到我的块来,就是,要帮助一个不能力加钱的,就是软弱给我软弱的,就是我能力的整方队。 欧天宝觉得,他想要开始新的生活,只要他把头上这种块做手术给拿掉,就行了。 当然他很幸运,他手术成功了,种块没了,伴随他多年用来遮挡的那个帽子,也可以摘下来了。 可我们没有办法轻松,手术之后,欧天宝也没觉得自己有多轻松, 因为想要摘掉心头的枷锁,那可比摘掉头上的帽子难得多呀。 孤儿的身份,漂泊的生活,不堪的遭遇,这些给欧天宝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, 就跟那帽子一样,笼罩着他的心灵,一时间难以消除。 对于欧天宝这样的孤儿,身体上的顽疾啊,怪病啊, 要比起这些年他精神上受的折磨,心灵上受的创伤,可能都不算什么。 我真想替欧天宝问几个问题,当所有的至亲都不在这个世界了, 谁能给这样的孩子一个温暖的家, 谁又能给他们全方位的保障,让他们健康无忧的成长。 我是陆一鸣,明天见。